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 先开门 你快上来吧 我快冷的 你家搁哪儿啊 大姨 我家在前面 就这块啊 前面往载我那么一轨弯 说说你来了 我就过来应爹来了 哎呀 你这整的哎呀 那大姨 你家不远是不是 不远 哦 客营啊 你说我这儿子 青年怕拖累我 你看你跟我儿子也差不多 你能劝劝他 跟他好好说说 哎呀 这咋整的 没办法 我也这么大岁数了 是啊 大姨 我愁的没招的 你说他这么多小岁数就躺到炕上了 你说也不能动出来 你说我们家生活条件还不好 你说咋办 你给我劝劝谢谢你了 没事 没事 大姨 你放心吧 好 你这样 咱们现在就跟你上你家去 然后呢 我去跟你儿子聊聊天 啊 唠一唠 你好好劝劝说说他 就看你来一点 行行行 你放心吧 大姨 对呀 你真是好心理 没有狗啊 这儿子 没有 好 来 走吧 走吧 冷点 走走走走走 屋里不会拖鞋啊 也没有 没有 挺好的 勇哥 真是你吗 勇哥 勇哥 妈 你快看 真是勇哥 你怎么样了现在 我没事 我挺好勇哥 你怎么来了呢 我这不是隔路上看着你妈了吗 你怎么把我勇哥找到了 我听说他们过来修路来了 往我说你成天盼望盼望他 往我说我打听别人说 往那边过来点 挺好的 挺好 挺好 勇哥 勇哥 我老喜欢你了 我成天看你的视频 你知道吗 勇哥 往里面点坐着吧 行行 大姨 我去给你们烧点水喝 行行 麻烦你了 大姨 这炕头真热 你叫啥你 我姓国庆子 我姓国庆子 国庆子 你贪人好吗 真的 这大两天 隔外边都弄上去做 也没办法 没事的腿 我来了我妈来了 她是春天要寻死寻死 你给我劝劝她 这个事 这是我父亲 我父亲就是前几年 半生不随 现在就靠我妈一个人吃肉一点 也妈也不容易 也身体不好 对 所以说国庆子我跟你说 真的 刚才听你妈说 我真的有眼泪把插 我看了也挺难受的 真挺不容易的 这么一个老太太 我妈很不容易 我妈为了我父亲 跟我两个店人在家 所以我妈一个人吃着那家 太不容易了 所以说国庆 你得上点戏 也别那个啥 身体寻死寻活 二三十岁大小伙子 对不对 国庆 没有腿不要紧 咱还有手有眼 啥不能干呢 对不对 你放心国庆 这样 你把我手机号记一下 拿手机 你把我手机号记一下 对你说 有点事给我发个信息 好 给我打个电话 遇到什么难事 解决不了 你放心我肯定帮你 好 那这样 那个钢 有钱 把信息拿来 就这点意思 然后你那个啥 哥我不能要这钱 哥我真不能要 哥我真不能要 哥你能来看我 你能来看我 我就很高兴了 拿点钱 没有 没有 勇哥 我真不能要这钱 拿着 拿着吧 好好过个年 完了你这样 我就走了 我还有点事 让你跟大姨说一声 谢谢你勇哥 谢谢你勇哥 我过柴 那我就先走了大爷 行慢走勇哥 你好好想身体 有事给我发一些 好的好的 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 行行行 慢慢走吧 行了走了 该躺着吧 走了大爷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勇哥你慢走 走了啊 走 其实我们过得挺幸福的 因为在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好心人 关心我们 帮助我们 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神奇 我们能用眼睛 去保揽美妙的世界 能够用耳朵 去联听好听的声音 能唱 能跳 能够尽情的玩乐 可是在我们的身边 生活着这样一些 身体有残疾的人 由于身体的缺陷 他们无法享受到人生的快乐 这些人 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也是最需要活的人 无论他们发生什么 我都会遇到 我会一直在路上 替你们看世界 帮你们看世界 帮你们看世界